安建伊朗先生 他说 你要告诉这个卧床的人说 我回到家看到你 我好高兴 就试试看 回去跟我妈妈讲 妈 我看到你 真欢喜 我妈瞪大眼睛看我 她好久 没有这样看过 我说我为什么 我说我这样的事 我要谢谢 安建伊朗先生 因为我照顾了一个 已经卧床四年 气切擦管的妈妈 我很辛苦 我也不知道 怎么面对我的母亲 但书里面 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我发现 我活得太认真了 因为书里面讲到一个 妄想的老人家 她很多妄想 跟她的老先生妄想症 跟老太太说 今天有人要来我们家讨债 老太太怎么办 老太太就说 哎呀 既然有人要来我们家 我们要把家里面打扫一下 要不然客人来不好意思 老先生就去打扫环境 打扫完以后就累了 我累了 我要睡觉了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我太认真了 妈妈不舒服 妈妈难过 兄弟姐妹不帮忙 亲朋好友指指点点 我太认真了 我很不舒服 我就在想 我应该换一个方法 不要那么认真 但是今天讲座要认真听 那我又在书里面 学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害怕回家 因为面对卧床的妈妈 她也不笑 她会捏我 她会踢我 我看到她 我也笑不出来 我有时候想逃避 不想回家 结果书里面告诉我 你应该换一个方法 和妈妈对话 安建一郎先生 她说 你要告诉这个卧床的人说 我回到家 看到你 我好高兴 因为你存在 让我觉得很快乐 我就试试看 回去跟我妈妈讲 妈 我看到你 很欢喜 我妈妈 瞪大眼睛看我 妈 你在家 等我回来 我下班 买蛋糕给你吃 还有瞪大眼睛看我 她好久 没有这样看我了 我觉得很高兴 照顾老人家的经验当中 怎么样去面对 你承受的压力 如何改变 跟调试 以我照顾妈妈 我最难面对调试的事情就是 亲朋好友 会给很多的意见 还有兄弟姐妹 也会指指点点 但是很奇怪 我是照顾者 他们是观赏者 他们好像在看我演戏 给很多意见 都不适合我妈妈 可是我才是那个照顾者 所以我的困难是在这里 我也在努力调试 也想请教安静一郎先生 您是怎么调试 面对老人家照顾的问题 请教安静一郎先生 请教安静一郎先生 心筋梗塞になって 3年目ぐらいに ようやく少し元気を取り戻して また前のように 働こうと思っていた 矢先に 父が認知症を患っていることが 分かりました 僕はせっかく働くつもりでいたのに 父の介護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という現実を前にして すごくがっかりしたんです どういうふうにその時の思いを 切り替えたかというと 人生の巡り合わせで 晩年の父と2人で 昼間過ごせることが 自分にとって 外で働くことよりも はるかに幸福であることである 幸福なこと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 思え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 随分気持ちが切り替わりました 父と一緒にいる限りは この時間は 父と目一杯一緒に過ごすしかない というふうに 思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とで 父との関係は変わりました たとえ喧嘩していても 父とこうやって一緒にいる時間しか 自分に与えられた現実はないのであれば この現実を逃げるのではなく この時間目一杯 できるものなら 父がどんなに感情的に 乱れていても 不穏であっても 僕は心穏やかにしようと思って 決心をしようと思いました もう一つだけ言いましてもらうと 朝 父の家に行きました そしたらね 普通は大音量で テレビの音が鳴っている ある日行くと テレビの音が聞こえないんです 僕は妙なことを考えました 何を考えたかというと 死んだ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 親がね そんな妙なこと言いますけど でもね 怖かったです 父の寝室の扉を開けて 父が死んでいたらどうしようかなと そしたら父がね すぐすぐ寝息を立てて寝てたんです 二度寝したんですね 朝一回起きたんですけど また寝てしまう そうやって寝起きを立てて 寝ている父を見て あ、生きててよかったと思ったんです これがね 多分介護の原因点 だからとにかく いろんなことがありますし 僕も心が乱れますし 父も怒鳴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とにかくこうやってお互いです 介護する人も一緒なんです ものも一緒ですけども 生きていることがよかったな って思えるようになると 随分介護に取り組む 心持ちが変わってくると思います 我也曾經害怕 媽媽沒有氣息 回家看到 媽媽明明睡得好好的 我手指頭伸過去放這裡 我嚇死了 真的沒有氣息 我快哭了 後来再想到 他氣切在這裡 他氣切在這裡 這裡沒有氣 因為從這裡 謝謝你 那麼劉董事長 是不是也告訴我們 你怎麼去調適 和媽媽的相處 因為你在學校是很忙的 那要去全職去陪伴媽媽 我知道你很得下心來 讓他自己做 怎麼調適心情 因為我是一個婦女運動者 我本來就在從事對於人倫關係的機器社會去省事它 我父親姓黃 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我為了要 因為台灣 墮女胎 因為不孝友善 吳后為大 而吳后 如果你沒有姓自己的姓氏的子女 就是吳后 這造成對就是會墮女胎 以便要生兒子 不要養女兒 所以我就因此宣布我要姓母姓 那麼在那時候 在那時候我父親已經退休了 在那個 我是客家人 在客家電台主持一個節目 然後這件事情以後 我父親沒有 我父親不會對我say no 所以他沒有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可是我發現他很緊張 因為他不敢去上那個電台了 然後我母親一直催他 他就說 如果聽眾call in問我說 你那個女兒為什麼改姓母姓 我要怎麼說 我母親其實是非常非常傳統的人 他情急之下就跟我父親說 你就回答他們革命的事 讓年輕人去做 所以我在這篇文章裡面有 訪談裡面有講到 那雅琪寫得比較含蓄 也就是說其實有時候也是可以給父母挑戰 然後他們會成長 通過這個挑戰 社會也就能夠接納 我覺得那個關鍵點上 我的父母能夠接受 我的母親能夠站出來說 革命的事讓年輕人去做 這個報紙上都有報導 是我們能夠成功 社會能夠接受的關鍵 那我也覺得我非常佩服我的父母 他們能夠通得過考驗 我覺得我們年輕人這樣對待父母 是誠實的 是把他們當真的 而不是說順然後就騙他們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這樣 我覺得這樣對他們的考驗 會讓他們的整個腦子情緒身心都活起來 也比較不會老對不對 好 我們其實中國人很想孝順 這也是我今天很想要透過主題裡面 跟大家講到新的招呼關係 孝順兩個字非常重要 那不是拆開兩個字嗎 孝就是要回報父母親嘛 孝敬他 順就是要順啊 可是我們新招呼關係裡面 竟然講說要孝不要順 唉呦 怎麼辦 我們好像很難做到 雖然說 也許再過二十年三十年 這個觀念也就會改變了 但我們今天竟然成為 這當中的種子部隊 各位 如果從我們開始變 以後就會不一樣了 但我覺得劉董市長不同的是 其實他們家的觀念走在很前面 對我們家來講 這個觀念其實很困難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 尤其是我媽媽等於是受虐兒長大的 所以是叫做打罵教育 他有罵我 打我 那是他愛我 所以對他們的關係要來改變成說 媽 你不要一直讓外傭餵你吃飯啦 你要自己動手拿啦 他會瞪你喔 他會覺得你沒有順著他喔 所以最大的笑是不順 這個聽起來非常的顛覆 就跟我們的觀念不一樣 以風土民情來說 日本人如果可以做得到 你覺得我們台灣人可以做得到 改變這個想法嗎 後來的動手 於是叫做打罵的話 你不喜歡忌延不平地說要改變 以後每個人都會肯定都下載 為了天性的 Europa 人身居然而增加 自身居然而肯定的 沒有準備要改變 會變成功的 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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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海都會 今言 非常逆説個言 問題是要就是以前 lawsuits 跟诞 有些重点诞 跟诞 想要讣诞 有些道理 但我当时 有些时候 跟诞 踏那一带 让诞 跟诞 重 Waar 他曾经说过是多年 计算的一年 和诞 也有自己的介護 跟诞 也有趣旨 引诞 也有趣旨 所以 我想送他 心和渔诞 总是在 何言着 跟诞 这次 我有一天, 父的真意を知りたかった, 那就はそういう質問を知りたかった, 何故そんな事を聞いたのか? 父に聞いたらこう言いました。 我一天, 私はお前が結婚しないうちは死んでいない。 父がすぐに死んでしまうの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って 言葉を濁したことを覚えている。 親というのは僕もそういう年代に差し掛かっていますけども 子供がもう大丈夫なんだ 私が心配しなくてもちゃんと生きていけるんだ と思った時に急激に置いていく この子は私がしっかりしていないと ダメなんだと思っていると 親は元気なままで生きていける そういう意味です 親復興が親孝行であるのは 非常に逆説的な意味なんですけど 今の説明で分かって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